而且其实非常的营养 所以有三排的食材 然后我们好像有看到营养师 帮我们调了优格 还有百香果 先将绿竹笋切块加入新鲜透抽 再淋上百香果酱优格 最后撒上红梨 化成为大厨的金融市长刘昌 与网红波特王 在十分钟内完成指定的料理 百香优格佐鲜筍透抽 最后交给上届上海神厨冠军队伍 深美国小五位小学生品尝给分 帮我们举出缺货差 一二三 第一次通过 市长组的这个料理 酸酸甜甜的 有酸酸甜甜的优格酱 再加上十分清脆的绿竹笋 十分好吃 十分好吃 所以你给几分 一百分 新鲜的套出 加上酸酸甜甜的白香果酱 喝起来很好吃 我很喜欢 我觉得它看起来颜色很鲜艳 又很有 很多元性 然后它的摆盘也摆盘得很精致 而且又很好吃 第三届魅力基隆山海神厨料理竞赛 即将在5月29号 在基隆市曹晋公园登场 今年特别开放全国各县市学校 亲子学生组队报名 邀请各地大厨运用基隆在地食材 制作美味料理 获奖神厨的料理 也将实际运用在基隆市学校 营养午餐中 我们就是希望透过比赛的一个方式 然后让我们基隆市的营养午餐 小朋友在吃营养午餐 能够变得更有趣 然后可以更好吃 那去年跟前年反应都非常的热烈 所以有很多民众说 外线市可不可以来参加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把这一次的竞赛 开放给全国各县市民众 大家都可以来报名 那除了来参加比赛之外 当然也可以来体验一些 基隆的山海城市 还有包括地方的一个美食 我们希望能够选出 很优秀的这些团队 那一方面可以拿奖金 那二方面还可以组成一个辅导团 然后来进到学校 来帮忙让我们的营养午餐 变得更美味 然后变得更好吃 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吃营养午餐 都能够吃得很营养 吃得很开心 吃得很健康 料理竞赛方式分为初赛决赛以及总决赛 进入决赛的队伍则评选出金牌银牌及铜牌各一队 分别获得一万元 六千元及四千元礼券及奖杯 最后再从金牌神储中评选出一位特级神储总冠军 可以额外获得两万元的礼券 欢迎各地好手报名参赛 来基隆争取地表最强神储荣誉 记者张祈腾基隆报道